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今天是7月14号 今年的头几个月 中国的经济 似乎进入了快速的恢复性增长 经济状况不仅大大好于疫情严重的2020年 甚至比2019年都有大幅度的增加 按照中共财政部6月17日发布的 财政收支情况报告显示 前五个月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达到了24.2% 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7.3% 大概这是要为中共当局 庆祝他们建党100周年营造气氛吧 然而七一刚过 各种奇怪的消息就不断的传来 首先当局无预警的突然宣布降准 增加了1万亿的贷款额度 力图增加投资来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 此举超乎所有人的预料 这说明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应该比预料中的更差 此外 媒体报道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大概有十来个省的公务员的绩效工资和奖金被取消了 甚至已经发下去的还要退回来 这可能要影响到那些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了 因为这部分钱占他们实际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这十来个省市当中 居然都包括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广东和上海 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的财政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 那其他省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情况和当局的宣传有极大的落差 实际上 从网上流传的很多消息和视频来看 中国的经济形势很是严峻 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 经济状况也很是不妙 有些过去非常繁荣的地方 现在变得非常的萧条 厂房空锁 店铺倒闭 城市冷冷清清 东北西北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那里许多的城市几乎都失去了活力 到处死气沉沉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绝大多数的百姓缺乏消费能力 反映在统计数据上 就是GDP在增加 财政收入在增加 然而居民消费率却在下降 这一点就是中共当局也无法掩盖 中国的经济增长 严重依赖投资 缺乏内在的动力 这就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 原因就是绝大多数的民众收入太低 而且缺乏社会保障 问题是百姓没有消费能力 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投资 这正是当局最高兴的事情 这种局面其实是当局有意为之 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只是这种局面有利于这个制度 有利于统治者 但是不利于这个国家 在这种局面下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 必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正在从底层 蔓延到了中层 已经影响到了中共的统治 虽然中共当局一直都在极力的掩饰这些问题 给外界制造一个虚幻的前景 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在保预期 我们知道中共这个体制 在维护统治集团的资深的利益的时候 从来都是不加掩饰的 中国社会的等级和不平等是公开的 一旦遇到了灾难 付出牺牲和代价的一定是最底层的百姓 中共当局从来都是通过舍掉底层 来保护他们上层和中层的利益 如果连中共的基层官员 公务员的工资福利都受到了影响 都无法保证的时候 那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 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一些地方当局的财政 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些年来 中国的经济在不断的下行 就是中共当局自己公布的数字 也是一年比一年低 尤其是地方当局的财政情况 更为不妙 财政收支矛盾 日趋严重 不少地方财政早已经是捉襟见肘 甚至是债台高筑 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的政府 发布出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 已经不稀奇了 前些年 由于有土地财政 暂时掩盖了地方的债务问题 可是现在 房子开始卖不动了 土地有大量的流拍 而且地价还大幅度的下降了 这一下地方当局的债务问题要加剧了 这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了 对于地方当局的情况 中共高层并非不知情 他们对地方的基本要求 只是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 保运转 其他的事情 现在不要干了 可是很多地方 连基层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 都无法按时发放了 保基本民生 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地方当局 唯一要保证的 也是唯一能保证的 只是统治机器的运转 就是这一点 眼下看来 也变得非常困难了 毕竟 绝大多数的体制内的人员 特别是那些底层的公务员 他们进入体制内 只是为了获取利益 为了养家糊口 如果他们连最起码的工资 奖金都无法拿到 那么自然会变得非常的懈怠 长此以往 必然会影响到 中共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 对此 想必中共高层会非常的焦虑 因为 这关系到了他们的统治 就在三天前的7月11日 新华社发布了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其中提到 基层治理 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统筹推进 乡镇 街道 和城乡社区治理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这个意见的核心内容 就是强化乡镇街道 他们的机构 并赋予他们行政执法权 将统治重心下移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意见 不仅要增强乡镇街道 行政执行能力 而且还要增强乡镇街道 平安建设能力 这其中 就提到了 丰桥经验 也就是 从行政到司法 全面增强对百姓的控制能力 说白了 就是要增强控制 和惩罚百姓的权力和能力 这对于经费短缺 甚至连工资 都不能按时发放的基层人员来说 无疑增加了一条财路 发财的路 中共高层 既然无法给基层这些人发钱 那就给他们权 让他们自己解决钱的问题 实际上 赋予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的事情 已经适行了一段时间了 过去 各个城市都建立了城管 作为行政执法力量 现在则是要在最基层的统治机构 乡镇和街道 建立行政执法队伍 也就是镇管和街管了 就是说 从今往后 农村的乡镇和城市的街道 也有了他们自己的强制执行的权力和能力了 过去只有城管 现在还要再加上镇管和街管了 早在去年的7月1日 北京市便已经宣布 原来由北京市区等相关部门行使的 431项行政执法职权 开始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 街道乡镇将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并由其执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 实行综合执法 有街道乡镇行使的行政处罚权 共有332项 行政强制权20项 还有将近80项的行政处罚权 行政强制权 是和上级政府共同行使 根据有关报道 在北京市某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队成立的当天 依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便开出了第一张罚单 这就意味着乡镇和街道 从此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行罚款了 在去年的年末 人民政协报 曾经发表过一篇评论 罚款经济成地方增收案渠 警惕罚末收入逆势上升 这篇评论提到 一些基层政府过度行使行政处罚手段 在今年财政收入增速普遍下降 或者负增长的情况下 不少地方罚末收入逆施上升 这篇评论还说 美玉经济下行 一些地方在税收收入增长失速的情况下 非税收收入总会出现大增 将非税收收入 尤其是罚末收入 作为财政增收挖钱的重要途径 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在过去曾经多次出现过 被称之为罚款经济 其实很多年以来 中共的警察队伍 很大一部分都是依靠罚款来维持的 就是经费最充足的北京市也不例外 打死雷扬的北京警察 实际上就是为了罚款而采取行动的 至于乡县一级的警察 更是需要罚款来维持的 现在有了党中央的意见 乡镇政府则扩大了权力 也扩大了罚款的范围 从刑事扩展到了行政 几乎就无所不包了 等于给百姓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这样一来 既扩大了基层政权的财路 又强化了对百姓的压制 真是一举两得 摆明了 中共当局要通过截略百姓 把他们这个第五级政府 坐实坐大 为他们的统治 再增加一道保险 作为一个通过暴力夺取政权 通过暴力维持政权的组织 中共越来越暴露出他们的暴力本性 很多年以来 中共当局都要发行大量的债券 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 过去只有中央政府可以发行债券 现在则允许省级政府发行债券了 但是基层的 现实政府的财政收入 也不足以维持运作 他们也在通过各种手段来借钱 事到如今 中共统治下的 中央 省 市 县 镇 五级政府 没有哪一个是不欠债的 这些所谓的政府 究竟欠下了多少债 恐怕没有人能够准确的说出来了 因为有大量的债务是隐形的 其实 这种隐形的债务 比欠债本身还可怕 那就意味着 整个国家的债务已经失控了 在去年年末的一次公开的会议上 中共的前财政部长 楼继伟表示 中国财政形势极为严峻 他说 财政收支矛盾 异常尖锐 财政压力不断加大 自2020年4月份以来 全国财政支出增速 持续增长 并大幅度超过财政收入增速 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加大 各个地区的财政赤字 维持扩张趋势 在讲话中 他特别提到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省级财政 50%以上的财政收入 将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 另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副主任 张明则告诉外界 他说的情况更加的严重 在2020年至少四个省的债务率超过百分之百 至少九个省长债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这些省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 也就是说全国有将近一半的省 地方财政即将崩溃了 想想看 一个省的财政收入一半以上用来还债 哪里还有钱用于民生的 哪里还有钱用于维持地方的设施呢 至于那四个债务率超过百分之百的省 他们如何生存 真是让人无法想象 除了中央拨款 想必只能继续借债了 否则一天都不能维持 地方财政危机的形成 和中共这个体制有直接的关系 前些年 中共实施了分税制 中共当局为了强化中央的控制力 强行控制了大部分的税收 但是却推卸掉了大部分的责任 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 都甩给了地方政府 而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 则需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税收 他们来支撑 所以中央只得允许地方当局去借债 问题还在于 地方当局别看财源有限 但花起钱来 却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为了他们当地自己的利益 他们要想方设法的上项目 增加当地的经济规模 甚至就是为了当地的形象 而借债上项目 最终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 乃至财政危机 关键就在于 这些地方政府一开始借债 就带有恶意 就没想着偿还 完全可以说所谓的借债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 而且因为地方政府不想偿还 只能借新债还旧债 导致这个债务越滚越大 这就是庞氏骗局 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贵州的独山县 一个人口只有37万 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的贫困县 居然欠债高达400多亿 县里的全部的财政收入 连支付利息都远远不够 有人花钱 没人还债 更没人负责 这就是中共政权的特色 当然 最后的一切恶果 肯定是所有的百姓来承担的 陷于压榨和欺骗之中的中国百姓 只能无奈的承担当局胡作非为的恶果 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财政危机 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 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 在2004年就有专家认定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 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 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这位专家还说 中国地方政府所负债务的种类之多 负担之重 已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 已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 反而愈演愈烈 中共当局是通过对社会的强控制 对金融体系的强控制 控制债务问题缓慢的扩大 在去年的年末 关于地方的债务危机 财政危机 中共银行的负责人说 市场纪律 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 尚未真正建立 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 以社会稳定为由 倒逼中央政府 中央银行承担高昂的救治成本的问题 仍未根本扭转 这位银行负责人的话 道出了中国的荒唐的现实 中共的政治体制决定了 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 几乎不受制约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中共政权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 中共政府的行政支出 世界最高 至于政府如何花钱 那就更是随心所欲了 完全不需要征求百姓的意见 也不需要考虑后果 而债务无法偿还 地方当局毫不在意 反正中央当局不敢让地方政府破产 也不敢让统治机器停止运转 中国现行的财政体制决定了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本质上是一体的 中央财政不得不对地方财政负无限的责任 而中央根本就无法约束地方当局 借债的冲动 更无法改变债务规模越来越大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 对于中共统治集团来说 财政危机是和政治危机 制度危机连在一起的 一旦发生重大的财政危机 必然会严重冲击当局的管制和社会秩序 是必会导致这个制度出现破裂 乃至崩溃 也正因为财政危机是和政治危机 制度危机连在一起的 地方当局早已经料到最高当局 将不得不来承担这个债务危机的后果 所以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的借债 导致危机日趋的严重 只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财政危机 中共当局基本上是得过且过 拖延时间推迟矛盾的爆发 并没有人想真正的负责任的 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实际上也无法解决 因为这是这个制度无法克服的问题 反过来说 中共政权是高度组织化的 是全国一体的 只要中央政权还没有崩溃 地方政府就敢随意的胡作非为 他们不怕制造风险 因为他们的风险 其实是由整个中共统治集团来承担的 当然地方政府其实也知道 中共统治集团是不会真的在意债务的 更不会对债务负责的 因为中共政权不是一个需要对民众负责的政府 而且他们对社会的控制非常的严密 关键是 中共这个掠夺体系最后的依靠是暴力机器 警察 武警和军队 而不是经济 就像一个土匪来到赌场 他真正的筹码 不是他兜里的金子银子 而是他兜里的枪杆子 中共当局虽然获得政权已经70多年 可他们的土匪本质并没有改变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他们在意的只是他们政权的稳定 只要不爆发民众的反抗事件 一切都没有问题 事实上 虽然中共夺取政权已经70多年了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会管理这个国家 根本就不会管理经济 他们也不屑于学习如何管理 这一点 中共的银行行长已经说得很明白 他们至今没有市场纪律 没有破产威慑 也没有惩戒机制 他们唯一熟悉的就是压榨百姓 抗日战争的时候 伪军为什么那么遭人恨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日本人不给伪军发军饷 所以伪军只能自己去抢劫百姓的财物 现在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千里寄穷的中共当局 开始放手让基层的官员去劫列百姓 只是这必然会加剧统治集团和百姓的矛盾 加速中共的灭亡 令人痛心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百姓将不得不再次遭受一次劫难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